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商学院 今天来上上我们的第八课 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提到过了 关于整个公正企业挂牌的一些操作方案 还有它挂牌的意义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要问 教授,那我挂牌以后我还能得到什么 我们来点实际一点的好不好 其实这句话很多人都在问 我们除了要给企业自身做一些安全的保障 以及禁止调查以外,还有展示以外 那可能我们要问,我们能够得到什么 实际上的东西我们能获得什么 对不对,这个很关键吧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首先我让大家看到了这个PPT的页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通证教育中心跟这个国际商学院 我们联合有一个IT的团队 专门在打造一些新的系统 以及一些对于企业有帮助的一些IT系统 来作为企业自身的一个工具 教授经常在讲,不论你是用区块链还是说你是用互联网的技术还是你用任何的技术 哪怕他在先进在高档 在高科技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主轴,那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其实事实上 这些东西都仅仅只能作为企业自身的一个工具来使用 那至于怎么用 那要看大家怎么用 如果不会用 这个当然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首先大家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扫这个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可以让你看到我们不一样的展示方式 完全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展示方式 那假设现在我们已经少了他了 我们现在用电脑版本先来看一下 这是 教授花了大概一段时间 然后在这个随便找了个商场 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样板的演示 这是一个商场的样板 有没有看到 很漂亮 其实很多类似这样的商家的一些展示 VR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先见技术了 但是 对于展示的方式来讲 他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而且 他的展示的方法 可能跟传统的这种平面的展示方法不一样 那假设我们今天要来看这家 服装店叫做HPLY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家商店 这是他的门口 教授没有做很细 教授只是简单的 刚好去逛街嘛 然后就来看了一下 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样板 能不能看到 电视机 这个是后来教授做上去的 不是他原来就有电视机 你看这个角度就知道 他是教授做上去的 看到了没 这是教授做上去的 他不是原来的电视机 我们把他先暂停 然后你的展示方法可以是文字 可以是视频 当然也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 当然你也可以链接到商 这个商城里面来 或是自己的原来的商城网站 或者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进行 这个介绍 比如说这个贺比利 这叫做随便找的这个品牌 然后他有些介绍在网络上 已经很成熟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演示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 每件衣服每件衣服多少钱 什么品牌 怎么介绍的 我们可以一一把它做出来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完全减少了 我们的销售人员一一的去对 去对他们去讲解啊 那也可以符合在未来的 不管是Metal World 或者是未来的 AR VR的环境当中去使用 相当于我们提前是不是就进到了这个VR世界里面 你把你的公司把你的店铺 变成这样的一个方式 包含这些的品牌介绍啊 他都可以 可以用这种方法 用video的方式来做展示 也可以 那当然 商家的展示跟普通的这种公司的演示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后面哪会有更多的部分啊 因为他这个房间稍微有点大 所以呢教授就拍了两个部分来做融合 马上就切到另外一右手边来看到没 然后就切到右手边来了 这是刚才我们的位置然后再过来这边的一个位置 这个是教授花很很短的时间做出来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未来我们所有的挂牌企业啊 我们都会给他赠送一个这样的一种展示空间 然后给他免费去使用 如果你不会用我们也会请专员去帮你拍摄 然后帮你制作 可以帮你把每一个商品啊 然后每一个比如说这个包包多少钱 靠近一点 然后点一下 然后他就出现说明或出现品牌的视频说明都可以 而且他还可以拍这个 VR的3D的这个视频跟讲解视频 这个后面教授有空会来做 然后下一段时间可能会再飞到 不同的国家地区 我会在每个国家地区都会打造一些样板 可能在 下个月左右吧 大家可以陆陆续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网站 还有教授的赵世界YouTuber Facebook IG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还有Twitter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一直在update一直在更新 所以 现在的这种展示方式你说他值多少钱 我可以跟你老实说吧 可能在在过去 两年前好了 一年半前两年前 你要做一套这样的东西基本上 费用都不低于几万 我说的是马币 人民币 不低于几万 所以现在呢 几乎呢 中兴跟商学院是白送给你的 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尽快来加入我们 好那看完这个 部分以后呢你可能要问 大家都在网上看了 那如果有问题人家能不能问呢 当然可以啊 这套系统本身我们就已经加入了实施绘画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左下角 啊 我下角有没有看到我的视频在左下角 哈喽 哈喽有没有 然后这个上面左上角这个部分就是客户进来问问题的时候 那有时候当人多的时候 我们先结束一下呼叫当人多的时候也可以在线上 从这个咨询层面上啊或者做客服的层面上或者 service 上面 我们可以达到很清晰的这个很及时的回复 然后给到我们的客户 对不对 那他里面还有很多玩法 这个你们可以专门去看有一集专门在介绍VR系统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后面教授也会在录制的时候也会录制下来 然后给大家再去做一些解析跟分析 好吧 这个是VR的部分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页面来 相当于我们过去的这种卡片 教授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过去的这种卡片可能上面会印的满满的 印的满满的文字啊什么有没有看到这上面印的满满的文字对不对 好那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然后我可能打个email我还得去key in 对不对 我可能打个电话我还得去key 这个太low了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太low了 这个方法已经很 很不流行了而且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左下角右下角的部分啊 其实可以增加website如果说你你觉得聊天方便 我们可以增加website App WhatsApp来进行聊天 他马上就跳转 看到 然后也可以用Facebook的聊天工具都可以 很多方法了 那这里面的接口很多 而且也可以在线去下order 买东西都可以 这个是VR的部分 所以教授一直在讲我们要 要尽可能的 来帮助更多的中小型企业去用好每一个system 用好每一套工具 甚至我们要成为所有中小型企业的 坚强后盾 很多人说教授你做这个 Linked Pass 你做这个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你的slogan是什么 你的口号是什么 其实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做好企业后盾就好了 真的做好每一个中小型企业的后盾就够了 这个是 叫做的一个梦想 理想吧 但是这个理想已经逐渐的在完成过程当中 然后呢这套系统有一个优势就是当我们做好VR 大名片以后我们看到上面有这么多的 东西有没有看到有微信有QQ空间有VK 有这个LINE 啊都有对不对 你这边可能打错字了叫做来改一下 有LINE啊有什么的对吧 好有LINE然后有有这个很多很多很多有没有看到Message 然后包含TG 然后Linked 还有Twitter Facebook WhatsApp 都有对吧 你只要做完以后一键就可以分享给这所有里面你想要去分享的好友 空间 帖子 第一时间就发出去 你不用再反复的这里copy那里copy完全不需要的 一键就基本上 可以分享到最新的信息 然后给到 每一个 你所有的账户里面去 这个是 现在最新的这个VR的系统 然后再来 除了系统的支持以外 刚刚讲到只是一个VR系统 其实我们的系统有很多 等一下 后面我会专门再来 因为太多系统了 因为 每一种的行业 每一种的类型 每一种企业 他的做法 还有他所需要跟适用的这种 系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后面会来介绍 关注后面的视频 然后我们会在每一年度呢 会跟不同的 会举办不同的 这种活动 也会跟一些相关的展展馆 相关的这一些机构 来联合在不同国家地区落地来举办 相应的这种投融资品牌展示的路演 就就像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大型中型小型 只要你是我们的 Linked Pass的企业 你都可以免费进场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所以Linked Pass除了是给企业挂牌以外 他另外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Linked Pass 最主要的目的是作为企业的后盾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拥有这一个名片 用有这个徽章 我们未来会发徽章 用这个徽章跟奖牌以后你随时可以用徽章进出 只要是 跟我们有关系的 会场 你都可以免费进入 记好了是免费进场 免费进场 好吧 来再看一下 除了刚刚讲的这种 路演的活动以及展示展览的活动以外 那 事实上Linked Pass就是国际商学院跟 国际通证交易中心一直都会跟 很多的全国各地的落地的一些机构合作 还有学院合作 我们也会召开很多很多的公开课程培训 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是 通证企业 只要你拥有这份 荣耀 这份资格 你可以免费来听课程 除了公开的这种课程培训以外 你还可以参加我们在线上的一些课程的培训 还有我们的一些投融资的辅导对接 还有企业线上的展示 包括为你的企业做 这个企业诊断的辅导 还有我们也会不定时的安排一些全球的企业参访活动 可以带着大家去参观你的企业的同时也可以跟着大家去参观别人家的企业 什么大疆啊这些大比较大的企业也好或者是需要被参观的一些特殊行业你想去学习的 都可以参加到我们的 这个 Member里面来我们的会员里面来 那今天的关于这个通证企业能够获得什么 教授基本上讲到这里 事实上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了这个慢慢的 我再跟大家去讲解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的官方站点我们的官方站点上面 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料跟向大家来呈现 那大家都会问啊教授当你只有一个VR系统吗那我们可能还要用到ERP用到CRM你们有没有 事实上我们的我们现在目前手上 是 关乎关乎到我们手上的这个 著作版权有这么多 只有这一页吗 不止 还有这么多 所以 我简单带一下吧后面我会的一套一套来做成不是这个PPT里面的讲解 其实我们的系统非常的多了就比如说有客户关系的管理系统 包含我们有电话营销的管理系统 还有云储存的管理系统 支付网关的管理系统 就是Payment Gateway 我们还有多商户的商城管理系统 多商户的销售点的Post机跟订单管理系统 停车管理系统 这是上次帮那个做Parking企业的他要做全球化的 还有电子名片的云管理系统 还有我们的EDU在线交易的管理系统 这是我们国际商学院的马上要上线了 也是给到未来给到所有的企业免费使用的一个地方 还有AI的创作管理系统 这个是最近比较夯的一个话题 小时间我在专门录这个 我们还有帮助很多企业 资本的投资理财管理系统 帮助一些基金 所以为什么我们手上会有这么多的投融资的单位跟机构 原因也就在这里 然后客户的在线公单管理系统 包含这个CRM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两套不一样 一个是全套的 一个是个别不同行业的 我们还有在线小游戏的营销管理系统 可以帮助大家去引流 还有这个job的人才招聘管理系统 还有数字货币的理财管理系统 团队的项目工作管理系统 还有在线拍卖的管理系统 以及社交管理系统 类似于Facebook这样的集中系统 我们后面都会上线 还有VR的展示管理系统 刚才大家应该有看到的 我们还有bottle 图片的社交管理系统 以及知识百科的管理系统 还有交友的 LOVE的交友管理系统 以及新闻的管理系统 在线音乐的管理系统 影视管理系统 类似于YouTuber这样子 念的太累了 就是 销售想跟你们表达 其实这个企业后盾不好当 我们做这个 这个部分的 科研这个部分的准备 说实话已经非常非常多的 连这个 年关的已经做了非常多年了 后面我在最后面 这整个视频的最后面的最后一集 我会来介绍 整个关乎到这个通证以及国际商学院 还有我本人 还有所有专家的 团队 还有合作机构 我们的整个研科研的这个历史跟研格 我在后面会来做详细的介绍 那在做详细的介绍之前 大家好好的 先把内容听一听 有不理解的地方 欢迎你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教授留言 或者 可以参与我们每周不定期的 这个 在线的 会议活动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来提问 好吧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这是关乎 通证企业能获得什么 今天就讲到这里 那下一堂课 再来谈谈别的 好吗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